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黄珊珊 新班集新起点 大家要珍惜这次与优秀学生一起学习的机会 另外宣布一下 咱们的班长由林佳泽同学担任 这篇课文非常重要 所以要求你们全文背诵 听懂了吗 下课 起立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新班主任名字跟你很像 没觉得 哪里像啊 你看 你叫苏灿灿 她叫黄珊珊 是不是很像 哪像啊 苏灿灿 黄珊珊 我感觉我名字比她好听多了 苏灿灿 来我办公室一趟 苏灿灿是吧 别紧张 坐 你初中班主任老跟我提起你 说你作文写得很好 我看了你写的东西很有才华 所以我想问问你 想不想当我的语文科代表 好 我可以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嗯 对了 这个给我重新整理一下 按学号排好就行了 好 好 老师你是在重新排座位吗 嗯 今天换班第一天 座位都是乱的 我得重新给她排一下 那我们的座位是按照 学号还是成绩排 这个 老师会综合考量的 怎么办啊 我不想跟你分开坐 你傻啊 你这时候管我干什么啊 这可是你和林亚泽 能做在一起最好的机会 你别开玩笑了 老师说了 成绩和学号都要综合考虑 哪点都爱不到我 所谓综合考虑呢就是 都不考虑 随机的 随信的 随便改的 真心话干嘛些 哪儿去呢 哪儿去呢 好了没啊 找到了 关门 你看 这是什么 你不是想和林佳泽做同桌吗 我给你 你疯了 被老师发现怎么办 会的 你去看门 快去 我们班值是下个礼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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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王老师 苏灿灿 许美丽 你俩在这儿干嘛呀 我来拿一门作业 老师再见 马上再见 等一下 辣了一门 谢谢老师 走了 那天呐 要是真的能和林佳泽做同桌 那可就 不想换位置啊 来 都坐好了 今天咱们要换一下座位啊 同学们先把自己东西都霜起来 来 来 快点 然后呢 一会儿咱们一组一组的 上门口站好 排好队 我喊到名字的人 再回来找到你们新的作友 听懂了吗 听懂了 王晶 第一排 鸾玉 王晶旁边 沈庆元 最后一排那个 苏灿灿 大 大 第四排靠城 蓝天椅 在苏灿旁边 怎么了 蓝天椅 你坐下苏灿的 小峻鹏 叫你 曹俊鹏 为什么又是他 为什么这个坤神又来扑 quite我和林家泽 四个,四个,四个 四个,四个,四个,四个 四个,四个 四个,四个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改做了一生 那是 误会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做一切 也没兴趣 但是 从现在开始我们约法三章 我都说的是误会 第一,不要跟我说话 第二,不要偷听我说话 第三 第三什么 说起你愚蠢的笑容 不要跟我说话 你先说话的 你 你又说了 都怪那个该死的蓝天爷 这下连林佳泽都误会了 你说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呀 凡事啊都要把好处想啊 哪有什么好处 林佳泽和蓝天爷不是兄弟吗 咱们可以将计就计 怎么将计就计啊 林佳泽 不是误会你喜欢蓝天爷吗 那以后 你可以借蓝天爷的名誉去接近林佳泽 你这出了什么馊主意啊 现在情况都已经够糟糕的了 那你去给他解释 我不喜欢蓝天爷 你别误会 他不相信怎么办呀 要相信当然好 要不相信的话 你也有个理由 去跟林佳泽接近啊 你个笨 林佳泽 没得有 班长 我是苏灿灿 我想跟你澄清个误会 我不喜欢蓝 班 班长 林佳泽 打球去 来了 我想跟你澄清一个误会 好 怎么又啊 小蓝颓 你要累死我 他根本就没有看见我 那不很正常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夏花在他面前太不堪一眼 你还敢多高兴 你现在和夏花是同样待遇 那我真是谢谢你啊 曹小婷 姨妈妈给你做的什么菜啊 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 你们要尝一下吗 谢谢 谢谢 太好吃了 没想到你爸手机这么好 那你们多吃点 谢谢 曹小婷 你不喜欢吃肉的吗 那我把我的菜给你吧 刚好 我妈妈给我多做了一点 谢谢 没事 你吃吧 陈亚婷 刚刚你爸爸给我打电话了 我知道你是音乐特长生 我特意在对面的多媒体楼 给你开了一间空教室 这是钥匙 是 以后中午得空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教室练琴 现在会大提琴的孩子不多了 你好好练 只要不影响学习 老师都会支持你的 嗯 嗯 谢谢老师 报告 灿灿 进来 老师 什么事啊 咱们的黑板报被换一下了 现在用的还是上一届同学的 你分笔字写得不错 交给你了 可是 老师 我找不到人啊 你是班干部啊 不听你的听谁呢 苏灿灿 老师交代的工作 能不能完成 保证完成任务 我今天值日 要不 你等我打扫完走廊 我帮你一起办 没事 我要不再试试看 在班里招点人吧 别指望了 上了高中 谁还想办黑板报啊 幼稚 我再试试吧 等等 各位同学 我们马上就要出班级 第一次黑板报了 这是第一次班级活动 愿意参加的同学 放学可以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第五次转 там 这个集票 务得一人 正在实际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像偶些同学 你们在这儿画个钢琴吗 。 假 heart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厉害厉害 这是谁啊 你自己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这才不是我 我才不会哭 走吧 走吧 好 感觉大事有百分了 你们大概什么呀 怎么样 画得不错吧 苏莎莎 没想到你那么勇敢 是啊 苏莎莎 平时想要看你了呀 没什么 小菜一点 这谁换了 这把帮不是你办的吗 哇 莎莎 你好勇敢哦 苏莎莎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我就说 果然是要胜好胜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 吼什么 谢谢 完了 又回了 你自己车在哪儿 那个 你自己车在哪儿 那个 你干吗 美丽 还是你厉害 她的心很浮躁 能明白吧这句话 最后这两句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背 从那个 弃而不舍那开始 你们身体跟我剪一下 每年考题啊 这个填控到这儿肯定是要考的 解释这个用 基本上十次有五次都在考这个 所以把这个东西都记好啊 谢谢 谢谢 没事的时候多看看 明白了吧最后一端 苏莎莎拿你演 你们俩起来读一下 磨叽什么呢 快点站起来一人一句 去 鸡土沉山 风雨腥烟 鸡水沉 沉渊 蛟龙生烟 你怎么啦 班长 我单车坏了 中午还好好的 突然就没气了 我看看 磨叹啦 你的亲文心被人拔了 谁啊 这么缺德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一个人 明明又走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带你吧 不许多舌尸 不请 我没问你啊 你管天管地还管别人交朋友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你说什么 明天做 天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的李散这首曲子 应该是甜蜜明亮的 为什么你弹奏出来的 会这么忧伤 打扰了 这首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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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男天爷平时看起来那么凶 没有想到也有善良细心的一面 王亚希 卢瑜 你们俩给我站起来 你们俩下面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以为我眼花看不见了 卢瑜 你给大家念念 纸条写着什么呢 你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呗 王亚希 早自习结束之后 把东西给我收拾好 灿灿天爷 早自习结束之后 你们把座位换一下 我让你站着好地方不学习 你说要是有那种 既会拉小提琴长得又帅 又有才华的白马行子 从听而降出现在我面前 你昨天是不是有阿爷看 叫想情人梦呢 你怎么知道 说的不就是里面的男主角吗 要是像我实生活中 真有这样的男生就好了 想一下暗价 他骑着自行车 在阳光小像我招手的样子 嗨 许美丽 苏珊珊 别做梦了 还是好好学习吧 你说小说和漫画里的男主 为什么就不能出现在 现实生活中呢 怎么不能 听说咱们音乐老师 是从国外回来的 长得特别帅 像啊 曼齐选 真的假的 我不行 什么时候才来啊 做梦呢 大家好 我是周磷 你们的音乐老师 underestimated 临雨飞飞的临 意思是酒下不停的雨 不出意外的话 我将陪你们度过 三年的高中时光 希望我们在相处愉快的同时 你们也能够 真正地欣赏音乐 了解音乐 真好 这个音乐老师真的很帅呀 我说你还不信 信 在正式上课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 要通知大家 我们学校这学期 准备成立广播站 希望大家 积极报名 踊跃参与 好 当星星还在夜幕中跳舞 黎明已悄然而至 当乌云还在飘飘然 阳光已洒下一地惊慌 当我们还在无止境地嬉笑 玩笑 也已悄然而至 莉莉 是林家泽 林家泽的声音啊 你不知道啊 林家泽可是校长 亲自点给周老师的 说是要作为广播站的骨盖 真的吗 那我一定要加入广播站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老卫罗曾说过 他老婷也在里面 那我更要加入了 林家泽 你也一起加入吧 我去干什么 你忘了 我们音乐老师这么帅 你不加入啊 因为青春 所以我们多么 静静发挥你的想象 加入广播站 可是和林家泽近距离接触的 好机会 报告 静静 两位同学有什么事吗 老师 我们想加入广播站 广播站确实是在招人 你们有什么特长吗 老师 他特别会被歌词 对对对 老师我背给你听啊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风雨 这样 你把它念一下 好 你 你 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卡心点嘛 你只是发挥失误而已 再说了 广播站又不只是听广播的人 这样 下次你写一篇广播稿 拿给老师看 她肯定要你 林佳泽 你干吗 林佳泽 能不能拜托你帮个忙 蔡蔡很想进广播站 她文章写得特别好 可以写广播稿 是 班长 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一直想念广播站 我那些广播稿 写多少东西 不客气你看看 不客气你看看 我知道了 谢谢班长 你说她是不是拒绝我了 你说她是不是拒绝我了 谢谢老师 走吧 那你来吧